西秦皇汉武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稍训风骚 一带天骄成其思汗 指石湾宫设大雕 巨王已数风流人物 还看金招 这个星球上有70亿的人 每一个瞬间都有生命的诞生 也有人类在逝去 但是在如此之大的基数中 能得到全世界人认可的 恐怕寥寥无几 无论是曾经 作为苏联缔造者之一的列宁 还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罗斯福 他们都毫无疑问 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批人 但是就在和他们同时代的亚洲 却有一位让全世界人都无法理解 但却又无比尊重的人 他就是我们新中国的领路人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当年全世界的人都想知道 毛主席到底为何而伟大 可是他们想了很久 都没有想到答案 他们有的人认为 毛主席只是碰到了一个好的时代 也有的人认为 毛主席只是机缘巧合之下 凑巧成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人 他们将所有的因素都归结于外界 却从没有想过 这是毛主席个人的强大 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 而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站在 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 在我们中国儒家的思想中 有这么一句话 大丈夫顶天立地 有所为有所不为 虽然这句话听上去很简单 但是很难有人真正的做到这些 但是毛主席做到了 看现在的年轻人中 突然刮起了一阵重温毛主席雨露的旋风 而在这一股风潮中 人们惊讶地发现 虽然毛主席雨露几乎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依然有一部分 毛主席并没有给我们提及 而这就是毛主席著名的三不谈 所谓的三不谈便是一不谈钱 二不谈家庭琐事 三不谈男女关系 对于这三不谈中的第一不谈 或许很多人多多少少都能理解 虽然自古以来 我们就有视金钱如粪土的说法 过去有多少人都栽在了金钱的门槛上 金钱就像是一个金箍咒一样 锁在所有人的额头之上 我们越是要想远离他 就越是离不开他 就越会被他所束缚 但是毛主席所谓的不谈钱 并不是因为钱在毛主席看来不重要 正是因为当时在毛主席的眼中 钱太重要了 当时的中国革命需要金钱 运动需要金钱 生活需要金钱 打仗需要金钱 为此毛主席几乎不会和任何人 讨论金钱的问题 无论是自己身边的朋友 还是自己最亲密的战友 而他自己的钱也用得十分的节省 尤其是用在自己身上的那一部分 毛主席在自己的生活中非常的简朴 他身上的衣服经常是补了又补 袖口破了自己补 裤腿破了自己补 实在是缝不起来了 就打上一块补丁 即使是自己成为了国家的领袖 也依然不改这样的风格 曾经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华的时候 看到了毛主席身上的衣服 他并不理解 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的领袖 过得还如此的精疲 但是毛主席的一席话 让他彻底明白了过来 毛主席告诉尼克松 在我们的国家 现在依然还有人穿不暖衣服 吃不饱饭 自己作为国家的领袖 如果带头行使那种奢靡的作风 下面的人肯定也会跟着效仿起来 上行下校 之前所有人都只顾着自己 却忘却了百姓 这是绝对不能够提倡的 在我们中国的发展的关键阶段 最重要的 就是将自己工作的重心 放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上 读书 看报 写字 体察民情 观察民生 为老百姓谋福利 这才是长久之计 事实上 毛主席也是这么做的 毛主席自己大部分的钱 都被用来买书买报纸 毛主席最初的升级来源 也就和这些书籍相关 当时毛主席的朋友 还讲过一个故事 在考取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时候 毛主席的两个朋友 希望毛主席 可以帮他们写一篇入学文章 在毛主席写完之后 两人便也怂恿毛主席 让他自己也写一篇交上去 最后的结果是 三个人都被录取了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这三个人不光被录取了 而且他们三个人还是前三名 也就是说 毛主席一个人就包了前三名 凭着这样的文采 毛主席曾在1917年的时候 穷游湖南 没钱了 就给人家腾写文章 写一些对联 写一些字来换取钱财 毛主席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遭封号 湖南全境 拜访了很多的商人 官员 农民 等社会各界人士 这次的经历 让毛主席彻底的明白了 当时的民情 为毛主席今后思想的形成 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问题 后来的毛主席 一个月的工资应该也不少吧 怎么还过得那么清贫呢 实际上 如果单看数字来说的话 毛主席一个月500块左右的工资 确实不少 因为那个时候 一个城镇居民的月平均生活费 大概是9人 一个工人 一个月有几十块钱的工资 就能够养活一家三五口人了 毛主席500块的工资 难道还不够养活自己的一大家子人吗 实际上 还真的不太够 当时毛主席家里的管理员 叫吴连登 根据他的回忆 毛主席每个月的固定花销 大概是200块 其中包括了党费 房屋 家具的租用费 孩子的学费 生活费 以及冬天的取暖费 再加上吃饭 大约有100元左右 这就已经剩下不到200块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 毛主席酷爱抽烟 并且也很爱喝茶 所以这两项是毛主席为数不多的 对生活中有要求的东西 毕竟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还要招待 每个月香烟和茶叶的钱 也就是100多块 接近200块的样子 而且根据1968年1月 毛主席家里的一份账单来看 和吴连登所说的 几乎没有任何的差错 所以说毛主席 也是一个实打实的月光族了 对于钱的问题 毛主席一直都很谨慎 可是根据当时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来讲 在毛主席的身边 还有一种事情 几乎没有听到过 陈长江是在毛主席身边 待的时间最长的警卫员 根据他的回忆 他在毛主席身边的时候 几乎没有听到毛主席 和身边的人 谈论任何的家庭琐事 对于很多人来说 家庭里面鸡毛蒜皮的事 就是他们的最爱 谁家今天吵了架 谁家今天糊了锅 谁家今天打碎了碗 只要一有这样的消息放出 他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硬是要凑步去听一下 谈论一下 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可是在毛主席看来 这样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 英雄气短 耳语清长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限的 如果都将自己的经历 放在这种生活琐碎的事情上的话 那哪里还有什么经历去做大事情呢 再说了 无论要做什么工作 最重要的 就是要将自己的家庭内部关系处理好 修身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话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庭所事 都没有办法处理好的话 那他还有什么能力去治天下 还有什么能力去为黎明百姓谋福利呢 当然了 毛主席也不是说 就将这些东西一刀给切干净了 在毛主席看来 有一些事情 明明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可是一旦被大家放到台面上来说 那么无论再小的事情 都有可能被无限的放大 这样极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情绪 干扰他的判断力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对于这些事情闭口不谈 毕竟对于毛主席来说 在他心中 最重要的还是老百姓 所以说即使在今天 我们在回顾毛主席一生的时候 我们很少会讨论 毛主席生前的一些家庭所事 我们经常讨论的 都是毛主席努力工作 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或者毛主席用兵如神 打得鬼子和国民党落荒而逃 即使说 有时候我们不看毛主席的工作内容 不看他的辉煌战绩 我们也会将自己的目光投向毛主席的爱好中 比如他热爱的爬山 他喜欢的游泳 毛主席留给我们的都是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 而对于第三件毛主席不愿意谈的事情 或许和第二件差不太多 那就是男女之间的事情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 古往今来 多少英雄豪杰都败倒在石榴群下 元代的朱连秀 更是在罪西诗中写下的 便是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的句子 似乎关于男女之事 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问题 没错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在公开场合谈论这样的话题 毛主席是不赞同的 在毛主席看来 西方的资本主义注重享乐 他们对于男女之情异常的开放 经常在公共场合谈论这些东西 而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的我们 是不能和他们夯瀉一气的 爱情是人类这种生物最奇妙的感情之一 它是神圣的 但是在某些人的口中 这件事却被披上了一件肮脏的外皮 毛主席在上学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同学们在讨论一些男女之间的事情 那是那个时候西方的一些思想刚传入我国 尤其是他们非常开放的态度 这样的思想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冲击力是巨大的 而当曾经的枷锁被打开的时候 内心的欲望肆无忌惮地冲出 这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种灾难 他们沉迷在这种短时间的痛快之中 有的甚至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拉上毛主席希望问一问他的看法 但是这些人的邀请都被毛主席无情地拒绝了 并且只要身边有人谈论这样的事情 毛主席都会主动地离开 曾经有一个好朋友 他们经常讨论一些国家大事 但是有一天 这个好朋友来毛主席家中做客的时候 却谈论起了男女之事 结果他刚刚开口就被毛主席拦了下来 毛主席示意他不要再讲了 随后毛主席几乎就再也没有和这个朋友进行过什么交流 但是毕竟不是什么地方都是在自己的家中 可以阻止别人讲下去 不过对于这种情况 毛主席也是有自己的应对策略的 有时候在图书馆或者外面的教室 茶馆等一些地方 毛主席在听到人们在议论这些男女之事的事情的时候 会默默地走开并不参与其中的讨论 而等到人们结束了男女之间的一些话题之后 毛主席再从一边走过来 和他们一起讨论一些国家大事 世界格局 以及思想的新风潮等 毛主席的三不谈 或许就是他成为伟人的基石之一 而这个基石 则来自毛主席最尊敬的一位老师 杨昌记 作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 杨昌记曾经告诉毛主席 自己的三条戒律 分别是不谈琐碎事情 不谈是非事情 不踏足品行不端之事 而毛主席 则是在杨昌记的三条戒律中 提炼出了自己的三不谈原则 而这三不谈原则 后来也被毛主席交代给了那些干部们 因为在和平时期 毛主席发现了不少官员 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忧患意识 开始懒惰 开始消极代工 于是 在自己的三不谈中 毛主席又结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告诫干部们 要三不学 第一 是不要学李自成 这一点是脱身于不谈钱 意思就是让干部们清廉执政 多为老百姓想一想 不要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失去了自己最基本的判断能力 另外一个 是不学西楚霸王 脱身于不谈家庭所事 这一点 则是在大的方面上看 不要去在意那些所谓的虚名 不要孤民学霸王 第三个不学 是指不要学石打开 这个则是脱身于在长征时期 劝导士兵们 不要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起冲突 三不谈三不学 无一不透露这毛主席的智慧 也正是这样的智慧 让毛主席成为了一代委员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作为我们最伟大的领袖 毛主席永远都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下期见